然後我們來做一做那個有沒有做工的問題 來 問 下列情況 有沒有做工 立體嗎 我會講解 聽聽他為什麼有為什麼沒有 手提書包站在站海旁 當然取過對不對 沒有 站在那邊沒做工 這個為什麼不做工 沒有移動 沒有位移 第二個 手提書包在水瓶路上坐過來坐過去 這個也叫做 為什麼沒有做工 位移是水瓶的 力量是垂直的 力量是直的 所以互相垂直所以不做工 手提書包上公車 拿著書包抓著上公車 有沒有說 有 而且我知道做正攻 因為手拉著書包力量向上 上公車垂直位移也向上 所以這叫做 有做工 有做工 而且做正攻 然後撞去之後把書包放在邊邊 那你對書包有沒有做工 當然叫做 沒做工 書包放旁邊 你對書包有私利嗎 沒有 沒有啊 所以當然就 你對書包當然就 沒有做工啊 手提書包下公車有沒有做工 有 有 而且做的是副工 為什麼 因為手提書包私利向 上 下公車位移向下 兩個方向相反 所以做的是副工 所以這叫做有沒有做工 有沒有做工 很簡單的問題 下一題也是問有沒有做工 也不難 但比這個稍微複雜一點點 單擺擺擺動 還有受兩個力 一個力 是繩子的拉力 一個力 是重力 繩子的拉力 沿繩子 沿繩子 去拉它叫繩子的拉力 重力就向哪裡 重力就向下 然後問兩個問題 拉力有沒有做工 重力有沒有做工 挑一個你想回答的回答我 第一個人可以挑 第二個就沒得挑了 第一個人你要挑 你要挑拉力還是要挑重力 拉力有沒有做工 重力有沒有做工 兩個力 各自有沒有做工 拉力有嗎 重力有嗎 我們應該找男生是嗎 我們要找到男生 都衝不到男生為什麼 三一 你要哪一個 你要拉力還是要拉重力 拉力 拉力有沒有做工 沒有 拉力沒有做工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做工 因為 他會含哪一個力 你看他是向心力 拉力永遠都指向遠心 他就是我們剛才叫什麼力 向心力 向心力必不做工 重力有沒有做工 向心力已經有了 重力沒有喔 不是不是A有B就沒有 不是這樣喔 尤其到三年級下學期學那個 電的電池的時候 沒有說 A正極質量增加 負極質量就要減少 沒這回事喔 沒這回事喔 你不要想說一個在一個 一個在一個就減少 沒有這樣喔 哪裡 不要想太 不要想錯了 9號 不要做自己 9號 來 重力有沒有做工 重力有沒有做工 沒有 重力沒有做工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感覺沒有 有還是沒有 沒有 沒有 你說沒有是嗎 你說 單擺在擺的時候是有一方比較高 有一方比較低 所以表示有沒有垂直位移 有啊 有高有低嘛 所以有垂直位移 重力向下 有垂直方向的施力 有垂直方向的位移 兩個有平行 所以表示有做工 所以表示有做工 這又是練習03 問你他有沒有做工 這種題目是會考 會考 會問你 他講過了 沒施力沒做工 沒位移沒做工 力跟位移互相垂直 沒做工 就是要你能夠了解 就是我們做的 有關於判斷 有沒有做工的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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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